我小的时候既坐过这样中间带个转盘的两节公交车 也坐过可以爬上二楼坐在司机头顶上的双层巴士 本以为已经见多识广了 但是谁能想得到公交车竟然还有半挂式的呢 是的就像这些照片里面展示的一样 被挂在一辆卡车车头后面的公交车 是不是该直呼太奇葩了 其实这样的半挂巴士在很多国家和地区都曾经出现过 甚至有一个地方直到今天还能见得到 最早是1924年的荷兰阿姆斯特丹发明了这种巴士 为什么呢 因为当时的公交线路覆盖了一些略微带拱的桥 要是用普通的只有一个硬底盘的公交车的话 它们稍微长一点就可能会被卡在桥中央了 于是三辆车头和车厢分开的巴士就被盛展了出来 想法很好啊 问题也迎刃而解了 不过就是乘坐体验太差了 活动的零件太容易坏掉了 所以到了1927年 它们的底盘终于还是被焊死 然后公交车也绕道而行 不再经过桥面了 但半挂公交车的故事就结束了吗 哪里啊 它才刚刚开始啊 1939年 澳大利亚人把这个概念copy了过去 并且一口气就造了123辆 有效的缓解了 受二载影响 无法从英国进口双城巴士 但客流又在不断增加的麻烦 然后可能发现 它们还挺好用的 就这么一直运行到了1984年才停止 好玩的是 同样受二战影响 在半挂巴士的故乡荷兰 他们又一次启用了这个方案 当然这次的目的不是为了过桥 而是为了拉更多的乘客 抱着同样的目的 先后尝试过半挂巴士的 还有60年代的捷克斯洛伐克 80年代的南非 甚至美国 乌克兰 日本 瑞士等等 而直到今天还保留着半挂巴士的 就是古巴了 希望还能有机会去亲自做一做